Hello, 大家看完8.14的實驗之後 就跟我們的測試幅了 就是120.8.6 Series and Parallel Circus 正如剛才的實驗所說 Connect two bombs to form a single path 如果只有一條路的話,這個就叫做Series Circuit 所以你會看到那條路只有一條而已 而我們所說,這兩個燈膽是in series 地搏的 那你會看到,如果一個燈膽脫了,或者斷了,或者燒了 基本上,另一個燈膽都不會穿的 好了,而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就是,如果一個燈膽是Connect in Parallel 的時候 因為其實當一條路去這條路的時候 它會有兩條不同的分支,這個就叫做Branch 那當其中一個Branch呢,假設是斷開了的話 那基本上電流可以在另一條Branch那裏過的 這樣,行不行? 所以,其中一條Branch呢,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是不會影響另一條Branch的 好了,而這個呢,我們就叫做Connect in Parallel 好,那我們就對回剛才的答案先啦,好嗎? 8.14的答案,OK? 好了,基本上呢,都是這樣的 兩個燈膽都穿的,但是如果我們拿走了其中一個燈膽呢 另一個燈膽就不會穿的,這樣 好了,那之後呢,如果是In Parallel 這樣搏的話呢 那兩個燈膽都穿的 好了,但問題呢,就是當我們拿走了其中一個燈膽的時候呢 另一個燈膽呢,仍然是穿的,清楚清楚? 好,好,好啦,好啦,那跟著呢 我們再加上後面了,122頁 好啦,那它又解釋回為什麼 在Series Circuit裡面呢,當一個燈膽 remove了的時候呢,其中一個燈膽都會高收,即是關掉了 好啦,那原因呢,就是因為 整個Series Path只有一條路走 好啦,那如果呢,其實Circuit是open at any point 即是說呢,無論是這個Path上面 任何一點斷開了的話呢 那這個Circuit呢,都會變成一個incomplete的Path 這樣,這樣 那所以呢,就不會有電流流過了 就好像呢,一個人呢 即是有一班人呢,在一條橋那邊走著 這樣,這樣 好啦,那條橋呢,突然間有一段一段是斷開了 那結果怎樣呢? 那大家就停了,不動了,對不對? OK? 好啦,那結果就會像這個情況這樣 好啦,那如果下面的Case就說呢 如果呢,是parallel的話呢 當一個燈膽是remove了的話呢 那因為有多一條路走的話呢 那其實呢,整個過程呢 對另一個Branch呢,都不會有影響的 這樣,行不行?OK? 好,那接著就 就 旁邊那邊呢,它都是用一條橋去做一個比喻的 知道嗎? 好啦,其中有一條橋斷了呢 那那些貨車就走過另外一條 這樣,其實是沒問題的 OK? 好啦,那接著我們就寫完那些information先啦 OK? 好啦,When the light bombs are connected in series OK? They are connected one after the other on the same single path OK? 那就是,它就駁在同一條single path那裡 好啦,當那個light bombs are connected in parallel的時候呢 它們呢,就connected on different branches 即是說呢,其實呢 那些燈膽呢,其實是駁在不同的branches那裡 好啦,如果是在serious circuit裡面有Gate的話呢 那就不會有電流的了 OK?因為只有一個路走而已 好啦,如果呢,在parallel的時候呢 好啦,there is still current flow in other branches 那就是說呢 因為呢,一個branch斷開了 不會影響第二個branch的 所以第二個branch呢,都仍然有current 這樣 好,那Checkpoint 8.10呢 我想你自己試一下先做一下 跟著我再講下去 好啦,那就是對下答案了 那如果是in series的話呢 就會這樣駁吧 電池駁到燈膽那裡 那你會看到呢 這兩個燈膽呢 是駁在同一條路的 好啦,如果是in parallel的話呢 它就這樣啦 好啦,去到這個junction那裡的時候呢 就會分開了一條路 和兩條路,兩條branch 跟著會合在junction那裡 跟著回到虎那裡 好,跟著就是後面的板 好啦,後面的板呢 就是這樣的 你也可以自己試一下做的 before我對答案 好了 Study the circuit on the right Draw a circuit diagram to show how would you add a switch so that p can be turned on and off with not affecting bump b 即是說呢 我們怎樣 就算燈膽p熄了呢 不會影響我q的呢 那我的搏法就是這樣 這樣啦 好,我就將這個switch呢 就和燈膽呢 就in series這樣搏 這樣搏 可以嗎 好啦,所以呢 無論你的switch呢 開或者關 close還是open 這個燈膽呢 都會仍然著的 這樣OK 所以呢 譬如我們在這個case的話呢 我們就當這個是p 這個是q 因為這個switch呢 和p呢 是in series這樣搏的 所以呢 這個switch呢 無論你close或者open 呢 這個q呢 都仍然會著 清楚嗎 OK 好啦,所以就沒有關係 和p呢 就沒有關係的 好啦,那如果在這個case 就說呢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 開掣或者關掣 兩個燈膽 一齊熄一齊開呢 就是 將這個 將這個switch呢 就和這兩個燈膽呢 就分開 兩個 即是說呢 這個switch呢 和這兩個燈膽呢 是in series這樣搏的 行不行 所以呢 你會看到呢 當我一開了鍵的時候呢 因為 這個switch呢 和這兩個燈膽呢 是in series這樣搏的 是吧 所以呢 當這個鍵一開了的話呢 基本上 就不會有電流經過這兩個燈膽 那就兩個一起吃咯 清楚 OK 好,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 A part 的部分 行不行 OK 那就 B part 的部分呢 應該就會再難少少的 實現又會再多些的 OK 那我們遲些再講了